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孙茜 我是大家熟悉的锦西姑姑 环保是我特别关注的 但凡跟环保有关的 所有的一切我都尽力的去关注 而且尽力的去做我能做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无论是中国 还是整个世界的这个森林环境 再越来越小 然后人类的这种对地球的破坏会越来越大 这都是我非常关注的 包括大气的污染 因为其实我很热爱我这个地球 我一直觉得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 是同是这个地球的孩子 所以我们需要去呵护我们其他的同类 而不是说肆意地去占领这个星球 改造这个星球 让这个星球让其他生物都无法生存 那么其实越这样走下去到最后 我们这个物种也最后会消亡 所以要爱自己一定要先爱他人 要爱这个地球 真的是说到这点我真的是 就是虽然我只是地球上一个 就是60亿人口里面的微小的一个 但是我真的很爱这个 很爱我的这个地球 就是爱我生活的这个大环境 我也很希望每一个人都跟都像我一样去去爱我们 爱这个地球 爱生我们 养我们的这个母亲 我是这样的就是 我可能一出门拍戏就三四个月 甚或半年或半年以上都不在家里 但是我一旦回家以后呢 我就特别地宅 就是很可能一个礼拜 我都不会出我的我们家的门 就会一直宅在家里 然后在家里 首先是收拾房间 其次是整理我的衣物 就是每次出去拍完戏 回来以后可能就换季了 然后对我就要换衣服 然后还有就是就在家里待着 然后在家里找各种我可以做的事情 就只要不让我出门 我在家里待着怎样都可以 因为之前买的房子都是精装修的 然后现在正在装的是我 第一所属于我的可以 我自己来主宰的那个毛皮房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 其实真正能够代表我自己个性的一个房子 我们家现在那个房子呢 是我男朋友她自己装修的 然后有好多地方是我特别喜欢的 比如说卫生间 很多家庭的卫生间其实比较暗 那它要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它把整个一面墙都打通掉 就是把它敲掉 然后用我们生活中 最简单的那种玻璃杯 然后玻璃杯正面放一排 背面放一排 正面再放一排 背面再放一排 然后这样垒成一个玻璃墙 再拿一个那个整个一个玻璃板 这样那个把它拼起来 然后这种房 这个墙呢 就会就是变成一个玻璃杯墙 这墙呢给人感觉就是它 第一它很通透 第二它很有设计感 第三呢就是它那个 虽然会有光打进来 但是它却还是保持它本来那种私密的感觉 在我的这个能符合我要求的这种 风格的前提下全部都是要最环保的 就是无论是壁纸也好啊 还是地板也好啊 还有包括家就是这种装修方面 最需要那种胶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都要最环保的 因为我觉得家里人住进来 其实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 对在今天在今天跟你们聊天之前呢 我完全不知道就是家庭当中的灰尘 会对人类的这个伤害有那么大 我以前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是灰尘 它可能会像田野里的土一样 是滋养万物的其中的一份子 我并没有觉得它会对我们的健康有所损害 但是我知道说它是不干净的 在家里我要擦干净它 然后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生活中用到的那些 所谓的化学产品也好啊 然后什么电子产品也好 它都会附着在这些灰尘里 最后当它养起来 它会通过呼吸来 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这之前我是不知道的 那么今天这个采访之后呢 我一定会更加地注重这方面的 这种安全的这个保健 我也会把这些知识 这些常识散布到我身边的这些 亲朋好友之间 然后让他们更加地注意自己的生活 我现在呢 最想做的是 今天的工作全部做完以后 赶紧回到家里 给我的挚爱亲朋们 告诉他们 我知道的这个健康的理念 希望他们呢 也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想要告诉他们 在那个 在我们的电脑上 如果我们上网的话 有这样一个 绿色和平PM5点加的这样一个网站 然后在这个里面 一定会有很多 关于我们想要知道的那些问题的答案 比如说如何去杜绝这些 有毒有害物质 如何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捷径 更加的健康 所以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现在都很想赶紧上到 绿色和平PM5点加这个网站 然后在这里 嗯 在这里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 这个捷径之家的智慧的威视 这个捷径之家的智慧的威视 好 好 好